罗马尼亚南部小镇得位赛劳今年迎来不一样的选举 疫情下选举要延期 但更不一样的是争取连任的镇长阿里曼不够两个星期前 因为感染新型肺炎离世 他的办公室大楼挂上黑丝带 投票日有人在车贴上阿里曼的相悼念 但更多人选择用手中的一票悼念这一名即将57岁的镇长 由于选票一早准备好,来不及更改 阿里曼的名字依然在选票上 3000人的小镇超过一半人投票 阿里曼以66得票抛离另外两个对手,第三次当选 传统的胜利庆祝改在坟前,燃点蜡烛致意 民众说阿里曼关心社区,尊重法律是一位好镇长 他的职务会由代表暂待 郑政府亦着手筹办补选 民众都说希望新任的镇长会和阿里曼一样勤性爱民 有线电视记者陈月灵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